阿露哈的前面喵咪大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繼續哲平貓咪大圖見時間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一樣是在稀有的這個部分喔 然後先從我們這個戰鬥功夫貓開始 那這邊我就叫戰鬥功夫貓啦 或是功夫貓 那他其實是貓咪格鬥家好不好 那這個也是蠻強的 然後第二階段是這個貓咪師傅 然後最後才是這個貓咪大師好不好 跟功夫貓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我就叫他貓咪功夫貓啦 因為感覺就是三結棍 要不然就叫他三結棍貓貓好不好 這是我們這個貓咪大師 那這次的話基本上還蠻常用的 尤其是在地洞窟 就是有遇到這個不死敵人比較大隻的 我基本上都會派他登場 因為他是很好量產 能夠去就是衝整個陣線的角色 還算是蠻不錯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運動會貓貓 然後第二階段是這個綁匪貓 然後第三階段是這個倒棒貓好不好 那我好像都叫他運動會貓貓吧 也不會叫什麼倒棒貓 其實倒棒貓我也不知道這東西是什麼耶 這是不是只有日本才有啊 就是去用那個棒子的 對不對 哈哈哈直接把那個搶貓拿在地板上打 我記得這個台灣好像沒什麼活動對不對 以前有那個怎麼丟球的啦 但是比較多運動會都是那種 就是大隊接地或什麼的 這個倒棒貓好像真的 比較少看到喔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 這是我們的上班族貓貓 然後再來變成這個怨恨貓 然後這是活舞貓 我記得他會土下座對不對 我好像都叫他土下座貓貓啦 他會跳起來然後土下座的 如果沒記錯的話 對對對 我好像都叫他土下座貓貓 那他其實叫做 活舞貓 結果土下座貓貓的這個名字更長 笑死 那他是上班族貓貓進化喔 這次好像也是很少在用 活舞貓 然後這是我們的這個巡鹿貓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聖誕樹幹 蛋糕貓 好不好 這個我沒有在罵唱話 我是很難唸 聖誕樹幹蛋糕貓 這次我好像都會把他叫做鯉魚貓嗎 還是什麼 鯉魚貓 這好像都 我好像就叫他樹幹貓還是幹嘛的 這也好少在用喔 那他叫做這個聖誕樹幹蛋糕貓 名抽場 應該是指他後面這一塊 應該是那個蛋糕的概念喔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個問號環節啦 問號環節大家如果知道是什麼 的話也可以跟著你們分享一下 然後再來我們酗酒貓嗎 這個好像就 這個就是囚犯貓啦 我都叫他這個鏟子貓或是囚犯貓 我記得他就是打紅色疊比較遠距離的 然後一叉人都會用他 一叉跟稀有都會用他喔 那他是從這個成人貓 再變成這個病人貓 然後再變囚犯貓 進化真的是完完全全一個 不知道耶 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相關的感覺有沒有 然後就會整個就是弄起來 很莫名其妙 好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我是鬼 然後進化成這個紳士貓 我都叫他鋪路狂啦好不好 然後最後變成這個紳士貓同盟 打開之後我記得好像裡面會有很多隻貓喔 然後我都叫他鋪路狂 鋪路狂貓貓 然後是能夠暫停這個紅色疊人的 他就是一個小貓再加一個強貓 然後去升級起來 那那個手是誰我看一下 喔欸那個手是小貓的耶 上面那一隻耶 那他手超長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烘焙網 烘焙網不是有一個那個 也是很大隻的嗎 然後他是全身 然後有三兄弟合在一起的吧 那個 蠻酷炫的 有那個什麼女神之手的喔 好然後再來是這個 貓偶 呃人偶貓咪 然後進化之後變成這個神燈貓 這隻好像都叫做神燈貓啦 也很少在看這個 人偶貓咪 其實 人偶貓咪好像很少抽到或幹嘛 這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拿到的 這個人偶貓咪 然後再來變成這個超合金貓 然後最後變成這個神燈貓喔 神燈貓是蠻常看到的啦 然後我好像都叫做阿拉丁還是什麼東西 也很少在 直接給他叫名字 就開始遇到一些就是比較 比較那個 冷門的一些角色喔 然後這是我們的少女貓 然後最後面會變成這個 摔角女貓 這好像就是 都會把它叫成這個巨神貓女版吧 或是什麼女巨神貓之類的 然後他叫做少女貓 然後運動女孩 運動女貓 然後摔角女貓這樣子喔 沒問題 再來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致死不渝的戀情 致死不渝的戀情好像都是叫做 致死不渝的愛喔 我好像都叫做這個致死不渝的愛 他最後是這個 超越熱吻之戀 超越熱吻之戀 然後前面是這個 戀愛 忍耐 沒問題 致死不渝的這個戀情 我好像叫做致死不渝的愛 就叫他這個 還是叫騎魚貓啊 好像有時候 也會直接叫他騎魚貓的樣子喔 他這邊的話感覺也可以叫騎魚貓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 新娘太太 然後我記得後面好像就是什麼大草原太太 我好像也是叫他大草原太太 或是草原太太這樣子 然後中間名字就是這個 國王太太 而且他是直接裸體的耶 這要吃黃標了吧 新娘太太 國王太太 然後這個大草原太太 而且大草原太太這邊也沒有折耶 直接漏奶了 我的天 OK 那這個好像都叫做大草原太太 然後最後面是這個女王的假期 然後再來變成這個普通歐蕾樓 好像就叫他總 就是好像叫歐蕾樓貓貓了吧 然後也沒有叫他總機的歐蕾樓 然後他最後的話好像變成這個總機的歐蕾樓 然後他是女王的假期進化的 這隻也是蠻常看到的 結果我還發現他們三階好像能力都有所提升耶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用貓貓的話 應該都還是 用三階的部分會比較好一點點的感覺 好沒問題 再來是我們這個倩與幽魂嗎 幽魂娜娜 然後會變成這個大鼻子眼鏡 我不知道為什麼進化會變成這個 幽魂娜娜 明明就是一個很漂亮的這個女鬼 然後直接變成這個大鼻子眼鏡 哇耶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變成這個風箏貓了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耶 超好笑 然後他也是可以就是進化這個不死敵人的 還算不錯 好沒問題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這個 功夫貓 功夫貓狙 這個我很喜歡這隻 因為這隻很帥 而且他是比較偏那種老頭類型的角色的 而且這感覺就是 拳擊就很大 功夫伯伯那種的感覺很棒 然後他是功夫貓狙 然後接下來就變成這個 最拳貓狙 然後最後變成這個鋼拳貓狙 那我好像都叫做功夫阿伯 或者是這個功夫 不功夫貓 或是功夫老伯之類的 那他最後是叫做這個鋼拳狙 這我蠻喜歡的很帥啊 很像鷹牙邦骨那種感覺有沒有 超帥 然後這就是棉花糖貓了 這沒有什麼好說的 這是棉花糖貓 然後進化之後變成這個 長角棉花糖貓 這在使用的時候應該就是跟那個 燈籠貓一起用那個 玉速式的那個暫停的那個環節 感覺是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是這個貓咪兄弟S 就是Switch版本的雙兄弟阿 然後這邊的話是這個貓咪笨蛋兄弟S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那個 之前那個Switch的那個 兩人一起的貓咪大戰爭的那個裡面的角色 這也沒有特別去叫他什麼 然後南瓜貓就是南瓜貓 喔南瓜貓是燈籠貓耶我現在才知道 因為他進化之後變成這個燈籠貓 可是他有三階了耶 而且這邊的話是要足夠的茶皮跟壽司 又是壽司要進化了喔 OK這是燈籠貓 然後再來是禮物貓對不對 其實是聖誕禮物耶 聖誕禮物貓 然後這邊是聖誕貓禮物 這個每次就是從那個中間 刮開裡面都有那個分打啦 這不知道是不是抄襲分打 還是分打抄襲他的 這應該就是致敬那個分打的那個東西 好再來就是這個阿波羅五貓 然後進化變成這個塑爛貓好不好 塑爛塑爛的那個 然後他也可以三階了耶 三階的話也是要用壽司 最後再來進化一下 那這次計程上比較常用的就是 塑爛貓 但是以前也有看過這個阿波羅五貓啦喔 這隻的話基本上也是還蠻常看到的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用這個 塑爛塑爛貓 好然後再來是叫賣貓 叫賣貓的話就變成這個宅配貓了 攻擊的話看起來很像那個炸彈貓的這個環節喔 好像也都是叫他宅配貓 然後沒有什麼特別的這個 改變 可是這隻貓的這個腳超長耶 我的天 很長 然後彩蛋貓好不好 彩蛋貓 然後這邊就是彩刀貓之二 然後彩蛋貓之三 這好像是裡面的這個內容物不一樣啦 可以看一下 彩蛋貓裡面的話我記得好像也是裂開 然後不是他是撞人的喔 然後彩刀貓二的話應該也是撞人 然後三的話我記得裡面會蹦出那個 復活節的那個石頭 然後這邊就有了 復活節的那個噹噹 然後這邊好像是開兩個嘛 這個是復活節那個石像有兩面的這樣子是不是 而且是金色的 噢三面啦 三面佛的感覺喔 彩蛋貓沒問題 然後再來是這個 鼻涕蟲羽貓 鼻涕蟲羽貓 然後這邊的話 另外的是鼻涕蟲騎貓 這也是 之前啦 前幾個月的時候 哲平才發現我好像一直都沒有拿到 然後拿到之後 我覺得欸 原來是新的嗎 沒有 這個是很久以前就有的囉 鼻涕蟲騎貓 原本是一隻貓 結果後來那個 那個貓變成那個鼻涕蟲了 好不好 那裡有貓啊 這很像那個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 伊藤論二的那個怪壇 裡面就是會有那個 恐怖的一些故事 然後裡面有一個就是那個 漩渦的 然後漩渦裡面有一個故事就是 你那個 有一些家人會變成那個蝸牛 感覺就是突然變成那個蝸牛的樣子了 我來了 那殺異貓就是殺異貓了啦 這個殺異貓真的是讓哲平就是 以前開直播的時候痛苦了 蠻多時刻的 因為 因為大家都會叫哲平弄他 然後明明用他就7500塊超貴 但是後來三爹隻會變成這個 改過象山貓啦 我後來好像也是都叫他改過象山貓 那就變得蠻強的 而且只要900塊喔 那中間的話基本上變成這個真殺異貓 所以殺異貓就變成這個真殺異貓 再就變成這個 改過象山貓了喔 然後再來就是另外一個也是挺麻煩的 就是最後一個這個 殺異坦克貓 他現在就在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現在是無好不容易一個就是那個 改過象山貓可以讓我就是不用擔心 就是 你們會再叫我用一大堆莫名其妙的 這個超貴角色盪去 但是殺異坦克貓就來了好不好 一樣超貴的 這個 真殺異坦克貓來了喔 直接讓我就是到時候開直播又要被 又被鬧一大堆了這樣子喔 好那今天的話基本上有哪些角色 你們叫法也是跟哲平一樣的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或者是你們有一些更好玩的一些叫法 也可以分享給大家知道了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先看到這邊啦 我是小排小排小排大家拜託啦